俗哥说电影,包你能听懂 今儿给大伙聊一部英国的惊悚票闪明战士 影片一开场,一对情侣到河边露营 晚上两人正在帐篷里打情骂俏的时候 狼人突然就杀到 然后这二位一前一后就交了饭票 转场之后,英国的特种部队正在为即将到来的演习询骂人才 作为被测试的特种兵希里哥正在顾头不顾定逃命 由于这哥们欢呼则禄,最终被对方给活捉了 上位鸡贼术说老弟身体不赖跑得挺快 不过求生的真正诀窍不仅仅是躲避 而是要消灭敌人狩猎的能力 你现在过去把那狗给病了 希里哥说你呀有病吗,还有没有人性呢 鸡贼术说你连狗都不敢杀还是赶快回家 几个星期之后,英国特种部队的野外演习正式开始了 虽然希里哥没能加入到鸡贼术的队伍 但却被鸡贼术的对手终是忧郁术的小队给收兵了 忧郁术说虽然这是演习,但也不能手下留情 鸡贼术那帮人非常的鸡贼 咱必须给他们玩的猫腻才能夺取最后的胜利 大兵龙套哥说上个月有一对情侣在这附近露营 天一黑就出事 等到救援队找到他们的营地发现帐篷被撕碎 到处都是血迹,估计两人已经划颠而去了 这个是非之地每年都有不怕死人过来下流子 而且每次都有人像肉猫的打狗一去不回头 随后忧郁术带着手下前往山谷 晚上一帮人正闲扯淡的时候 一头被狼人咬死的野牛突然从天而降 把大伙全都瞎尿 转场之后狼人摸到了鸡贼叔的营地 上去就给鸡贼叔这帮人来了个出球役 第二天的傍晚时分 忧郁术正带着人瞎球转的时候 突然看到了鸡贼叔那边发出的求救的交换乱 一帮人来到鸡贼叔的营地一看呢 发现这里是狼藉一瓶 除了鸡贼叔还活着 其他人全都被随时万段 这个时候有人在鸡贼叔这帮人携带的装备中 发现了一些镇定剂 飞镖等根本不属于演习用的工具 鸡贼叔这帮人 与其说是在演习 还不如说是在狩猎 而且这鸡贼叔显得非常的害怕 嘴里还不停的胡言万语 希里格说这孙子精神错了 赶快送医院 不然极有可能领号码 由于情况变得越来越诡异 这帮当兵的都非常的警惕 忠视忧郁叔说 为了以防万一 咱现在把空包弹全都换成石弹 鸡贼叔说换什么都没用 咱还是赶快逃命 这个时候 远处突然传来的狼人的嚎叫 这帮人一看形势不妙 急忙虚晃一照仨子就撩了 其中一哥们跟眉头苍蝇似的 到处的乱撞 很快就被狼人杀 忠视忧郁叔虽然有着丰富的作战精灵 但这会儿也有点弄圈 一不留神就被狼人咬伤 而且这些狼人皮糙肉厚 子弹根本就打不透 眼瞅着这帮大兵要领破饭 性感的大眼妹开车突然出现 这可真是九汉冯干露 天冷送来老明库 转场之后 大眼妹开车来到了一农庄 大伙进屋一看呢 发现壁炉里烧着火 桌上摆着餐具 灶上熬着粥 但除了有一条狗 屋里一个人都没有 由于没有任何的通讯工具 跟外界也联系不上 犀利哥便打算开着大眼妹的车 把优伟收送医院 可当他和龙套哥出门一看呢 发现汽车已经被狼人给破坏 紧接着狼人发动了第一波的攻击 由于犀利哥等人的顽强抵抗 狼人没能得逞 大眼妹说 这帮孙子就是传说中的狼人 非常的残暴 犀利哥说 你开什么过去玩笑 大眼妹说 你爱信不懈 有你孙子倒霉的时候 由于一时半会儿也去不了医院 犀利哥只好想用强力胶 把被开膛破肚的 犹豫术肚皮肚 原来这个大眼妹 是个动物学家 他之所以来到这荒郊野外 就是为了研究狼人 犀利哥说 现在的形势非常的严峻 外边人帮家伙 虎视眈眈的想把我们一往大进 这个时候我们必须要团结 众志诚诚拧声用声 毛蛋哥说 外边那些到底什么玩意儿啊 大眼妹说狼人 我已经追踪他们一年多了 每当满月 他们就会出来独猎 在最近这一年多里 已经有15个游客被狼人杀了 随后犀利哥询问了上位鸡嘴鼠 犀利哥说 你们参加演习 却没有袖标和配章 而且还带着狩猎的工具 到底在玩什么冒腻啊 鸡嘴叔说 上级有命令 不给我灌辣椒水上老虎凳 我是不会照顾 犀利哥说 之前我们发现你的时候 你眼瞅着就要交发票 怎么现在看上去活蹦跳了 你现在麻烈的把衣服解开 让我瞅瞅你的伤口 鸡嘴叔说 我是甜甜圈 可是有点玩啊 犀利哥哪管那么多啊 几个人七手八脚 就把鸡嘴叔的衣服扒开了 犀利哥一看呢 发现鸡嘴叔的伤口 竟然神奇般的痊愈了 当犀利哥正准备 给鸡嘴叔上老虎凳 行训逼供的时候 狼人突然把电给掐断了 屋里顿时时气黑一片 紧接着狼人再次发起了惊弱 在这场战斗中 其中一哥们的戏粉 顺利的杀了清了 大眼妹说 骨仓里还有一辆越野车 但是没钥匙 如果能把那辆车给发动 说不定咱还能保住命 毛胆哥说 我以前偷过车啊 这会儿我最拿手 随后在龙套哥的掩护下 毛胆哥跑进了骨藏 可这哥们刚把车开到门口 狼人就杀到 当犀利哥等人打开车门一看 发现毛胆哥在同狼人的肉 火转中已经撞来牺牲了 几个人且战且退回到屋里 这个时候 尚未鸡嘴叔说出了真相 原来军方为了利用狼人 研发新型的武器 于是便派鸡嘴叔 带人来这抓捕狼人 但由于对形势严重估计不足 鸡嘴叔所率领的小队 被狼人犯杀了 而这个大眼妹 其实就是受军方的指派 协助鸡嘴叔的专家 鸡嘴叔说 其实你们这帮人 都是我抓捕狼人的诱饵 忧郁叔一听 可气的不轻了 上去就是拳 犀利哥刚想趁机也来两下 没想到鸡嘴叔突然就变了一 是个儿也长高了 发型也变风骚了 由于刚变成狼人了 这鸡嘴叔还有点不适应 虚晃一招仨子聊了 这个时候 犀利哥的人才发现 原来这个农装啊 就是狼人的家 这些狼人平时都是 以人的面目出现 只有满月的时候才变形 大眼妹说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那些狼人应该就藏在骨仓了 忧郁叔说 你瞅瞅 我这伤口已经痊愈了 一会儿肯定得变异 我在这拖住那些狼人 你们赶快跑 跑得越远越好 犀利哥说那不行 我必须要替死去的弟兄报仇 随后犀利哥带着煤气管 把骨仓给炸了 不过可惜的是 骨仓里并没有狼人 大眼妹说 大哥 我跟你实话实说了 其实我早就被狼人有空了 本来我还指望 你们能把我救出去 后来我一看 你们也是尼普色洗澡 自食难保 我就意识到 咱肯定是跑不了 今儿可是满月 是狼人狩猎的日子 是我故意把你们引到这 大眼妹说完 突然就变了异 忧郁叔也没犹豫 一枪就把大眼妹给毙 接下来是 犀利哥等人 跟狼人的一场肉货战 由于实力过于的悬殊 龙套哥很快就领了好饭 忧郁叔说 我马上就要变异 你赶快跑 不然就跑不了 犀利哥这边前脚刚走 狼人就冲进了屋了 忧郁叔打开煤气 跟狼人一家子同一进 影片的最后 犀利哥跟变成狼人的 鸡贼书庄 犀利哥最终利用一把银器 让鸡贼书嗝了屁 看完这整部影片 我们还是来手唐诗压心 如果三观摆不证 会挡子弹也没有 敢跟人类瞎胡来 早晚都在丢了命